我們現在走在上海的街道上 這樣才早上差不多 五點半 我們要去一家肯德基是開24小時的 然後等一下再去寄行李 再跟你們聊囉 上海我們解封了 Baby 剛剛我們在隔離酒店發生什麼無語事件 就是有一些比較奇怪的一些政策 比如說他每次出來就是你接送隔離之後 他只有兩個時間給你選擇 一個是早上的五點 然後另外一個是下午的兩點 那我們買的機票是兩點半的 所以的話我們就只能選擇早上五點出門的 那五點出門到兩點這段時間你要幹嘛呢 而且五點鐘天那麼早天都還沒亮 然後他也不允許你說你就是先出來之後 你可以坐在大廳裡等 這我倒也理解了 因為他說大廳是那個污染區 所以倒是也理解 但是五點會不會太早 我覺得就是可以選一個比較友好的一個時間 但這個是酒店單方面規定的了 所以應該是酒店的問題比較大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電梯一次只能做一個人 對 那他又沒有把這個事情規劃好 就全部都是五點鐘 就是說從一樓到24樓全都是都有人要五點鐘 就是要出那個酒店 他又沒有規劃好 所以就導致說我們一開始不知道我們那一層樓都沒有人 都沒有就是相關的工作人員 然後我們就進去了嘛 然後我們那電梯裡就有三個人 然後到某一層的時候突然有那個工作人員的時候 他看到他大聲就喝刺我們說你們怎麼可以就是一個電梯坐三個人 那本身我也知道他們很工作很辛苦 跟我們一樣可能比我們起的還要更早 但是呢他沒必要就是這麼的火大 很像在罵小孩 對啊就很像在罵小孩 我想說為什麼要讓他罵 我就說因為也沒有人告訴我們不可以啊 然後這個都不說了 但我就覺得說我們已經隔離了八天 已經做了八次核酸了 要講安全的話 我們應該算是最安全的那一波人了 那我們既然都已經要放到這個社會裡面去跟這個社會接觸了 他還擔心我們有什麼交叉感染 你覺得這個擔心會不會太多餘 那如果是這樣都有這個擔心的話 那為什麼還要把我們放出去呢 對不對 我就覺得很不合理 好吧 那我們也是遵己手法的人 那也就從酒店裡面 電梯裡面就出來 然後出來之後呢 他就在那邊說什麼 不能站在一起 我就跟他講說我們住的是住在一起 為什麼不能站在一起 對 然後呢他就說什麼 那你們為什麼會住在一起 我也覺得很莫名其妙 都已經八天都已經隔離都快結束了 你現在再來問我為什麼要住在一起 你們當初你們自己的醫生批准我們住在一起的 對 你現在來問這個是不是很無聊 我們都已經要出去了 然後呢 最後電梯好不容易來了 然後呢 威力就進電梯 然後我就跟著一起進 他不讓我進 他說必須得單人單梯 我就很奇怪 我說我們是一起的耶 我們是住在一起住了八天 嗯 他說交叉感染 我就覺得很莫名其妙 我們住在一起住了八天 現在我們要坐同一部電梯 請問是什麼交叉感染 就之前的邏輯我就不說了 就是說我們都已經要出光了 都是已經被排除過八次的人了 然後更何況我們還是八天隔離都住在一起的人 為什麼還會有交叉感染 他就打死都不讓我們住 我就覺得真的很無語 當然也沒跟他吵 也是理解人家很辛苦啊 他們也是都住在酒店裡面 然後也是有對他們也不能回家 我們也都理解 但是有的時候這些規矩真的太死板 就是你跟他去發表你的看法 他就說哦 上面這麼規定的 我們也是打工的 你不要為難我們 對是沒錯 你只是一個打工的 不要為難你 我們也沒有在為難你 但是這事情總得合理嘛 你做事情對不對 反正就是他們溝通都沒有溝通好 對他們自己沒有安排好 沒有沒有安排好 結果呢現在就是讓我們來承受這些事情 然後呢那個酒店的規定也很奇怪 就是比如說我買的那個酸辣粉 他就不讓你送進來 然後呢泡麵就可以 我想說酸辣粉跟泡麵不都是用開水泡 請問他們是有什麼區別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的酸辣粉全部都被扣掉 跑幾次 兩次 對 可能拿回去給他們小孩吃 對啊 我就覺得很奇怪 所以 當然這個是酒店當方面的行為 我相信應該 因為我們同行的 其他人的好像就安排的不錯 他們是8點出關 還是12點出關 就是各個酒店有自己的安排 但我們這個就是有點 對 疏於管理 我覺得 對 陪伴我們8天的這個隔離酒店 今天天氣算還不錯 然後這些大媽、阿公啊 要去旅遊 佑金姐姐帶我們來吃早茶 出關第一餐好吃好吃好吃 又再一次來到上海機場啦 我們現在要坐飛機 飛去昆明啦 現在已經從上海出來 對 然後剛才跟我的那個美麗的姐姐 一起吃了飯 帥氣的哥哥 對 然後呢 現在準備要去 還有威力的表姐 對 看到我好幾年沒有見到的上海二表姐 看到這些大白工作人員真的很辛苦 你看 我穿著外套就熱了成這樣 他們要包成這樣 然後要工作 我們家這個就是愛讀書 你看 一看到這種蔚藍書店 就是要進去看 這是免費的那個喝水對不對 然後很好玩的一件事 這邊只有熱水跟溫水 沒有冰水哦 哦 Hello ia BRIAN 那是客人的帳 昆明的地鐵 喔 好像沒有人耶 回到昆明家媽媽的愛心 這邊是路易斯家走出來一點點的一個小巷子 你看這些商店 包子、羊肉 這是什麼? 賣茶的 這個膠額快閒滴、甜滴都要 這邊是哪裡? 一個我們家附近的菜市場 前兩天因為疫情被封 但是現在已經完全開放了 喔這菜市場大呢 你看 這菜市場其實不算大 不算大 我覺得超大 沒有那個壯金的文貌是很大 那個是望遠無際 喔你看這些 可是你不是說你不能接受肉排的外面嗎 我跟你說 入境隨俗 OK 你看這些 多好 喔這些香蕉 叫什麼? 黃帝香蕉 對 喔 香氣來香蕉 交推遠的不少 家裡有嗎 我記得五年前來的時候也來過這邊嗎 對不對 但是以前那時候沒有這麼的 organized 沒有啊 喔 鮮牛奶 這什麼的那個純額帶嗎 鞍鞍鞍 鞍鞍鞍鞍鞍 喔 啊 這什麼你去家的那個 不是 我就在的 但是我們在 有人在 田草 一起收的呢 喔 一整攤都在賣米線 還有捲粉 一整攤都在賣米線 就可以了 看 那那餐養 兩餐養 兩餐養 表妹家的特產 超級好吃哦 我們今天是不是來市中心小逛一下 對 我們現在在東風東路 給你們看一下 今天的天氣 昆鞍一樣的是白天 不是白天啊 藍天 根本都沒有雲超級好的天氣 然後你看對面有個購物商場 這個很老 這個很老 看起來很大 沒有 喔 你看這個昆鞍也有高樓 每天的天氣都是這麼好 我來看看昆鞍的市中心 這個是 比我們五年前來的時候 蓋很多大樓 對不對 對 比以前的大樓 對 然後這邊就一個 地鐵站 挺方便的 我們剛剛從銀行出來 昆鞍真的是 天氣很好 對不對 對啊 你現在對昆鞍是怎麼感受的 現在對昆鞍就是 一年四季都是夏天 或是春天 我們現在是11月底 快要12月了 冬天 表妹說他們那邊要下雪 對 好像北京好像那些 北方城市都已經大雪淋漓 你看我們臉上的陽光 藍天沒有一朵雲 然後不會熱也不會冷 我發給我的好基友給他羨慕一下 好基友 誰 然後就穿過龐龍家嗎 記得嗎 就是這條河 以前很臭很髒 現在看起來很乾淨啊 然後不會臭 你看這邊 隨時這個叫什麼 共享單車 隨時想租就租 我好像記得我們五年前來過這個地方 我嗎 來到這家 霸王茶雞 好像是昆鳴的品牌 它裡面座位蠻多的 怎麼樣 我們剛剛買了一杯什麼 薄牙絕靴 雖然說也不知道是什麼 但是小姐姐說是茉莉花茶的味道 而且是昆鳴的品牌 態度非常好 小姐姐給我的時候就說 對口味有任何問題的話 我馬上給你先做一杯 下次我們趕快就拿走 服務超好 服務非常的好 然後我們現在來喝喝看 滿適合適合 噢它吸管也好高級 它吸管是這種 是怎樣 扁扁型的吸管 它要擦哪裡 應該是擦 其實可以不用擦 哦 它裡面有兩個包裝 就是你有正常的一個 這個 塑料的 然後底下它還有一個封口的 所以你要就是還要再這樣擦下去 就不會溢出來 對 然後喝喝看 怎麼樣 非常好喝 好喝嗎 非常好喝 好我來喝喝看 好我來試喝看看 我來我來我來 有那個淡淡的茉莉花香 它真的是有茉莉花的香味 喝完之後呢 整個嘴都是茉莉花香 真的耶 特別推薦給有口臭的人喝 好喝好喝 真的好喝 來這家霸王別姬可以來哦 不是啦 那叫霸王茶姬 就是現下門市價一杯的價格 直接帶走我們的兩杯 是的 會彈爹爹爹 真的就是平時 門市一杯的一個價格 今天給我 給保護人準備了兩杯 然後我們現在是在昆明的南平街的中心 這個地方就是市中心啦 就是中心的中心吧 你看 它是一個廣場的概念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順城 你看多大一個 各大品牌都有 好幾層 這邊還有洗茶 像在大陸很有名的 Coach也有 上面你看還有Dior 蘋果 Kanzel 各大品牌什麼都有 真的 現在昆明真的越來越高級 本來就很高級 你看這個商場 這邊還有一家祖母的 廚房西餐廳 你看這外面的Pateo 多麼的有這個情趣 喔 來到昆明的蘋果店 你看看看看 整個玻璃的 你看嗎 是不是蘋果 對 我們現在來到這一間超市 叫河馬超市 好像叫河馬 河馬生鮮 嗯 就賣這些蔬菜水果 超市都有賣酒啊 什麼的 這是什麼 居然可以買酒耶 這邊超市都嘛 可以買酒 不像加拿大的就是酒 就必須去酒莊 而且你看這酒 明明不是一個酗酒的人 可是看就好想喝 是不是 對 蜜桃味的米酒 欸這個應該是 喔不是 這是啤酒 啤酒 對 這十九塊十幾 這種鮑魚 鮑魚是不是 海鮮類 喔整個海鮮類 對啊 你看這些蝦魚 喔 還有這個 一整隻烤雞 你看現在超市這樣送貨 全自動的 喔真的 對面這家是 好像是吃米餡的 是不是 好像是 過橋米餡 古色故鄉的 沒辦法不是吃完過橋米餡 喔 我最不喜歡吃過橋米餡 喔 來到這個 算是 小吃的地方 喔 麻辣唱 剛剛的那些 喔 你看這些店 這麼多 那邊還有手工水餃 今天我們的午餐 就來試試看 這個重慶小麵 讓我們的嘴巴去重慶 在雲南吃重慶的 來了 你看這個重慶小麵 這樣子 一碗麵 加一個這個 檸檬水 還有一個蛋 十五塊 蜜蜜蜜蜜 餓豆啊和和 這邊就是要排 那個 免費核酸檢測的 在這個市中心這個 我們現在排隊 然後要做核酸 大排場 也還好吧 就小殘龍一個 因為我們是落地之後 三天真的要做兩次嘛 這是我們的第二次 現在要在排隊做核酸 做核酸檢測的 幾次 不是一切的